莫斯科·弗尼亞製諾有辦公室大樓起火 火牆面積達4,500平方米 起火期間還發生過爆炸 至少有8個人在火災中喪生 包括2個人在窗道跳下來身亡 以及辦公室內部倒塌 導致6個人死亡 大廈內仍然有人失蹤 事發在星期一下午 一座8層樓高的建築物起火 冒出濃煙 唯一一個在火牆中獲救的34歲男子 傷勢嚴重 被送往醫院搶救 2個消防員也在火災中受傷 緊急事務部官員表示 當局動用超過130個人 以及2架直升機進行撲救 當地州長表示 已立案為刑事案件 調查中引發火災的原因